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熟悉的玉米 玉米全心都是薄 它呢玉米粒呀玉米碎呀还有玉米心 它一起煮再加点蜂蜜可以消滋减肥 并要帮助消化油的功效 那玉米呢它是黄色的 那黄色呢皮色为黄 所以黄色的食品啊比如说南瓜啊蘸鱼啊小米啊 它都是比较不皮的 皮为后天之本是人体气血生化的关键 所以终于有句话说 养脾胃就是养元气 养元气就是衍生力 那脾胃健康呢就是决定了人寿命长短的重要因素 所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脾胃健康 是有一种简单的方法 就是检查你的石头 你看石头的周围啊有那种齿印 或者石头实体上面有那个内痕啊 以及感觉嘴唇干 鼻子里面干 都是脾气的表现 所以就要吃一些黄色的食品 来食股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种非常简单的 主题的美食叫黄金玉米浪 希望大家喜欢 好水开后 将玉米和玉米碎一起抗水里面煮8到10分钟 好玉米10分钟煮好 来 杯子里面下一个过滤器 将玉米水慢慢倒进去 好了 再把它 好 好 等它凉一点再放一点点蜂蜜或者一分 接下来我 就切好 切好 好盘备用 好 再放两个汤匙 一勺一勺的玉米粉 攪拌均勻 在鍋裡放兩湯匙油 把玉米粒倒進去 火力不需要太大 小火就可以了 一邊我已經燒好了滾油 倒進去 蓋鍋玉米 玉米粒好了 這個油還可以用 燒菜特別香 香噴噴噴 一米的香 還有風味的甜 味道好極了 香脆可口 又香又甜 很天然的甜味 不需要再放任何糖 做玉米特別甜 再喝一口 玉米碎糖 好今天的視頻 我就分享到這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點贊和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拜拜